我们来做焊接,焊在一起,来 焊接呢,首先你要把两个点先选起来 用选取工具 把你要焊的那两个点先选起来 选到了以后 接下来,你到焊接这边 你按下去的时候,如果没反应,先不要紧张 焊接的后面是不是有一个数字 数字太小了 意思就是说,你这两点的距离超出这个范围 所以它焊不起来 所以你把这个范围把它加大 比如说打上500好了,Enter 现在把范围加大了以后 再按一次焊接看看 有没有,就焊起来了 你这两点的距离 只要在这个500的范围内 它呢,就可以帮你焊起来 这样了解了吗? 好,我再做一次 把你要焊的两点先选起来 选到之后 看一下,把焊接呢,按下去 如果两点的距离 在这个500的范围内 那就可以成功 有没有,就焊起来了 所以呢,如果你选到了两点 按了焊接焊不起来 你去把后面的距离把它拉大一点 比如说,直接打上100或1000都可以啊 500或1000,放我们大一点 改完毕之后呢 再重新按一次焊接 看它有没有黏起来 这样了解了吗? OK 好,那我们把荧幕呢 交给各位 刚刚焊不起来的 现在呢,再请你去看看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第一次 演唱员 1.3.15 1.2.1 2.2 1.2 2.3.1 1.3.1 2.1 2.3.1 2.1 2.3 4.1 2.3 1 2 2.1 3.1 2 2 3.1 所以断开会知道怎么断开也知道怎么样焊起来的 请看哦 我以现在的断开的这两点为例子 你不用先选到它们不用不用 你直接按一下连接把连接的按钮按下去 好然后请你呢看你要放在哪个点都可以 你呢先放在点上按住拉到按住它拉到对方 放在点上以后手放开就连起来了 它是真的连起来哦我们去移动它看看 它是真的连起来了是焊起来了 所以呢刚刚是焊接呢是两个点叠在一起黏死了 那连接呢是用一条桥搭起友谊的桥梁把它连起来 这样了解吗 OK来做多看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个小时到了休息一下 还剩下圆角跟切角 我们这个这个什么呢 点的重要指令就介绍完毕 来我们休息五分钟 好 好 用什么 按 按 乌鱼 好让它先关掉 好 好 先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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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